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键盘时最常用的输入设备 通过键盘可以将英文字母、数字、标点符号等输入到计算机中 从而向计算机发出命令、输入数据等 按工作原理可将键盘分为机械键盘、塑料薄膜式键盘、导电橡胶式键盘和无接点静电电容键盘 机械键盘 类似金属接触式开关 每个键相当于一个开关 工作原理是使触点导通或断开 这种键盘具有工艺简单、噪音大、易维护、打字时节奏感强 长期使用、手感不会改变等特点 塑料薄膜式键盘 键盘内部是一片双层胶膜 胶膜中间加有一条条的银粉线 胶膜与按键对应的位置有一探心接点 按下按键后 探心接触特定的几根银粉线 即会产生不同的讯号 这种键盘的特点在于按键时噪音较低 每个按键下面的弹性硅胶可做防水处理 因此薄膜键盘又称为无声防水键盘 薄膜键盘无机械磨损 低价格、低噪音和低成本 市场占有相当份额 导电香蕉式键盘 键盘内部有一层凸起带电的导电橡胶 每个按键都对应一个凸起 按下时把下面的触点接通 这种类型的键盘 是市场由机械键盘 像薄膜键盘的过渡产品 无接点静电电容键盘 使用类似电容式开关的原理 通过按键时改变电极间的距离 引起电容容量改变 从而驱动编码器 这种键盘的特点是 无磨损且密封性较好 但市场较小贱且价格昂贵 选购键盘时应重点注意以下两点 一键盘的触感好 可以从按键弹力是否适中 按键受力是否均匀 键帽是否松动或摇晃 以及键程是否合适 这几方面来测试 二选择自己喜欢的键盘外观 关注键盘的做工 再来认识鼠标 鼠标也是一种常用的输入设备 应形似老鼠而得名 鼠标是计算机显示系统纵横坐标定位的指示器 为了使计算机的操作更加简便快捷 来代替键盘输入繁琐的指令 根据鼠标的工作原理 可将鼠标分为机械鼠标 光电鼠标和无线鼠标 机械鼠标 机械鼠标主要有滚球 滚柱和光纤信号传感器组成 拖动鼠标时 带动滚球转动 滚球又带动滚柱转动 装在滚柱端部的光纤信号传感器 采集光纤信号 反映出鼠标器在垂直和水平方向的位移变化 再通过电脑程序的处理和转换 来控制屏幕上光标箭头的移动 光电鼠标 光电鼠标的光电传感器 取代了传统的滚球 通过红外线或激光 检测鼠标器的位移 将位移信号转换为电脉冲信号 再通过程序的处理和转换 来控制屏幕上的光标箭头的移动 无线鼠标 利用无线技术把鼠标在X或Y轴上的移动 按键按下或抬起的信息 转换成无线信号并发送给主机 当前主流无线鼠标一般采用27M2.4G蓝牙技术实现于主机的无线通讯 选购鼠标时应重点注意以下几点 1.质量可靠 主要可以从外包装 鼠标的做工 序列号 内部电路板 芯片 按键的声音来分辨 2.手感好 鼠标手感好坏的衡量标准 主要是手握时 感觉轻松 舒适 与手掌贴合紧密 按键灵敏 有弹性 滑动流畅 屏幕指针定位精确 3.功能选择 对于普通用户 一般的二键或三键鼠标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如果是特殊的用户 比如做平面设计 三维图像处理 或者是超级玩家 那么需要选择轨迹球或更专业的鼠标 最后我们了解一下键盘和鼠标的接口 PS-2接口 最早出现在IBM PS-2的机子上 因而得此名称 这是一种键盘和鼠标的专用接口 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键盘鼠标接口之一 采用6帧圆形接口 键盘只使用其中的4帧传输数据和供电 其余2帧为空角 PS-2键盘接口为紫色 鼠标接口为浅绿色 两个接口不能混叉 USB接口 支持热插拔 扫描频率更高 响应速度更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